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拍好也下了不少苦功夫 一张与霸王鼻息的海报及相似的宣传照 也好像让人又看到了内部中国影史的辉煌 并边究竟有怎样的魅力 可以让一太这么相信戏里的故事呢 人设立体 两位主演在剧中一个是放浪不羁的爱国富商 一个是至纯至翠的傲娇名领 这两个人设就十分带感 华晓明饰演的程凤台在外留学多年 是一名新派富商 他富甲一方却欣喜天下 在山河飘摇之际 他有着一股热血支持自己的祖国 并号召着其他的商人 坚守着国家利益大于天 由于生活背景 导致这样一个人物身上有很多的矛盾点 杀土匪归来的时候 风唇仆仆 脸上流着血迹 是个霸气男儿 回家的时候 无论从饰品还是到刮胡刀 都显示着自己的海派身份和品位 他本人受到了西方教育 思想比较前卫 但是夫人却是个思想很保守的东方女人 程凤台喜欢看电影 京剧是看不懂 但没想到之后的日子 和李源有着紧密的联系 这个镜头感超强的商人 唯利是图 重力的他上来就是霸气的妖邪 然而背下里他又是热血爱国 贪得的利润全部卷给东北抗联 他心有大义里然 却又没有办法去改变时局 改变命运 听商细睿的戏 他能够感受到片刻的宁静 更是让他想起自己的母亲 细腻的编案方式 这哪里还是那个 永远霸道总裁范儿的黄晓明呢 引正饰演的商细睿 作为李源魁首 在北平却是个讨生活 然而他的性格特质也被揭示 山东明觉 唱功了得 唱得外作 一点也不在乎行业规矩 作为水云楼的班主 他丝毫不在意管理 他的身心全部投入的就是唱戏 一个精彩的细节 就是他每回上台前 必须吃份大肘子 填饱肚子才能唱戏 也正因为有的这个细节 让引正成为了新进吃播博主 一些他在剧中大吃的镜头 也被剪辑成了系列片段 斗趣无比 同时商细睿这个角色 刚饶病气 武生出身的他 打起架来一个是霸气无比 和台上的柔妹 形成鲜明对比 让人意犹未尽 因为是外来的 所以总是被本地势力疯狂打压 但他有着过瘾的本事 和坚硬的性格 因此在他乡 也能挺直腰板生活着 台上台下的双细人 有着两副面孔 台上他风华绝代 温柔妩媚 台下对人毫不退让 不拘小节 他不听强龙不压地头蛇那一套 只想好好唱自己的戏 不会为了讨好别人 整虚作八脑的 他也不怕军官威胁 双细人的志向是戏台 不是给当官的人卖一曲乐的 他也不喜欢没守成规的演戏 喜欢自己创新 但是戏民无法接受砸了场 他还坚持下一场 继续这么唱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这个人物很爱吃 上台前都得先来一份大肘子 平时就爱吃零嘴 尤其是成凤台给他带的美国小饼干 就连后来和他生气 也不忘把小饼干拿走 这样的人物设定 很难让人不觉得可爱 而这两个角色碰撞在一起 会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呢 其实成凤台和商戏蕊 有相似的地方 他们都是不畏强权 性格倔强的人 但是成凤台比商戏蕊 处世更加八昧玲珑一些 往往成凤台是在辅佐着商戏蕊 他们第一次接触 就是因为商戏蕊改戏被台下的观众砸场子 成凤台从他身上看到了自己母亲的身影 同时又很佩服他的创新精神 于是仗义搭救 但后来成凤台越来越发觉的 商戏蕊是个很单纯的直来直往的人 价值观与自己也很相符 需要有一个人可以护他周全 而自己就愿意成为他背后的男人 还愿意把商戏蕊当成个小孩宠 起初成凤台完全不懂 但听了商戏蕊的杨玉环 他结合自己的经历 了解了人物的内心世界 有了一份自己的解读 从此被商戏蕊的内外给迷住了 对于经济的喜爱之情也被唤醒了 通过这部戏 很多人都说黄小明去游成功 这一次get到了他的演技 即便是演这种耍帅的桥段 黄小明也意外的不绝对做作 最精彩的是他听商戏蕊唱杨玉环的时候 那段内心独白 无论是台词还是表情都非常的投入 真的做到了与杨玉环的超时空对话 回家的路上 成凤台完全是了神 黄小明微微拱着身子 眼睛直直的 走路亮亮呛呛的 只是很吸气的走 灵魂完全还在刚才的戏院里 这段台词的声音和气息都一扬顿挫 起程转合控制的很好 很有代入感 从这场戏之后 成凤台看商戏的眼神都多了几分感觉 看平时的商戏就像是看孩子 眼神里还透着宠爱有趣 看唱戏时的商戏蕊眼神中 便生出了掩饰不住的痴迷 尹正方面也是十分抢眼 戏曲部分都看出尹正下了很大的功夫 唱片做打都达到了比较专业的程度 看着完全不会出戏 尹正哪怕不穿着戏服 也有那股风情劲 比女人还要女人 其他正常的边缘戏份 尹正也体现出了自己的演技 比如这段和成凤台说起自己和师姐的往事时 听成凤台数落自己时 尹正像个小孩子一样委屈 虽然没有哭出来 但通过动作也能感受到她心中的哽咽 到后面她忍不住和成凤台说了师姐是怎样辜负她的 那种发泄状态和平时完全是两副样子 让人觉得既心疼又可爱 还要以为成凤台反悔 也不帮她管理系班子的时候 她着急的先抢了成凤台的鞋子 不让她离开 然后说话时候又喷饭 整个过程非常有喜感 很有少年感 因为演员的表演让观众更加相信了这个故事 整部剧也提升了质感 成凤台的夫人范香儿和前面两位都不一样 她是首旧派 她是范家宝的嫡长女 关外第一美人 也是成凤台的妻子 出生于封建传统大家情的她 拥有着多重身份 但是嫁给成凤台后 她只剩下一副为天的二少奶奶 范香儿性格内敛稳重 善于容忍又固执己见 她既不喜欢出门交际 也不愿意接受新的事物 对于戏子带着很深的偏见 她不知道成凤台的母亲就是唱戏的 成凤台也从来不与范香儿争辩 或者表现出不愿 她爱妻子 尊重妻子 但是两人的三观其实是不合的 在演习攻略之后 摄氏曼再度成功走进观众视野 这个演技派对于人物拿捏的功底可见一斑 那句戏子不请自来 无非是作奸犯科 被她说的硬扬顿挫让人印象颇深 顺带一提的是 边边角色塑造像的成功 也离不开证人的服饰及不己的出众 每一真体现的时代气息都能真切的感受到 民国时期就是各种思想碰撞的时期 虽然时局动荡不安 但是这个时代包容锐一切 社会上有形形色色的人 有人不再像以前那样受到封建思想的束缚 也有人还守着老规矩就思想 那个时代不会有什么对错 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生存的方式 总之 并便不是海棠红优点缺陷并存 但慢节奏之下 她所体现的风骨更需要观众去细细品味 这部电视剧虽然也是双男主的戏 不过和已经有很大影响力的陈情力相比 能够将豆瓣评分稳定在7分左右 后续剧情发展同样值得期待 并且还在慢慢提升当中 足以说明她是有潜力成为爆款 后续剧情发展同样值得期待 说了这么多 对于并编这部戏 宜泰觉得还是挺值得一看的 至于故事本身是比较精彩独特的 纯空台和商序的乱世之几情 也让人很是感动 同时还带给我们一种时代感 引来这些其实呢也就足够啦 说一千到一万都不如自己实际去看看啦 同样的事实当然是见仁见智 反正我宜泰是一个普通观众 看了前12集很不错 喜欢看 作为普通观众的我 看了引珍的演技就是喜欢 没办法 好啦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啦 如果喜欢思义泰的视频 就请多多点和关注 思义泰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